朋友们大家好 想不到在我老家这里也用上这种黑科技 你看现在是有路 也用那么先进的机器了 附近我们家这条路目前可能比较破了 所以应该是相当于公路维修局 它对这条路段进行整修 所以现在用这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机器来做 进度非常快 进度非常快 晚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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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看这样就挖好了 估计等一下要铺那个白白油了 我觉得 开这车的那个小孩估计就是20多岁20多岁2023岁可能很年轻 这个速度啊 这个速度啊真的 不能比啊 就是我大胆的说他这个效率应该提高了100倍左右跟以前比起来 你看开车的那个小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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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啊估计就是20多岁 看到这里呢我又想起了德国 看到这里呢我又想起了德国如果像这个工地啊在德国我觉得哈至少要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 而在我们这里你看可能就是今天上午就完工了 因为昨天是没有的就今天才有所以我估计呢就是几个小时就完工了这速度非常的快 就这个路段 我敢说啊在德国肯定要几个礼拜 甚至刚才说了几个月 因为经常可以看到在德国一些工地 它围好之后呢 开挖了一点点 然后呢 几个月之后还没有完工 我看看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后续报道 今天那我们就到这里吧 等一下呢 画面的后半部分就是我在地面上给大家拍的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这进度很快呀 已经铺了一半了 现在 大家看嘛 对不对 铺完一半 那些人在吃午饭了 进度确实快呀 甚至都不午休 现在继续干 你看这个帅哥你吃了一点午饭马上就干活了 这些工人在吃盒饭 然后继续干 他们在吃盒饭 这就是新铺好的 这白油路马上可以开了 这个速度啊超级快 这就是中国速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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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